另外这一安乡有一位民众发现了家中马桶不断的有污水道罐 招来工人挖开一看发现了马桶的污水管 竟然没有接到下水道 现在想要上厕所或者是洗澡都得借用亲友家中的浴室 民众就质疑了县政府花了百亿元建设的污水下水道 却没有做好监督的工作就让工程吵吵了事 满了之后才发现说应该是要这样子做才对 可是他当初并没有跟我们说明 住户好生气因为早在三年前 当地的污水下水道就已经完工 但家中的马桶却会不断有污水倒灌 找来工人挖开管线才赫然发现 家中的污水管根本就没有接上政府新建的污水管线 而且受害的不只一户 因为这里要打进去 他就没接 他就没有接了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工程都是只有做一半 不远了次 我们家也是啊 我没有跟你们接口 那你们都没发现喔 所以我们就是固定时间找人家来抽啊 受害民众表示现在想要上厕所或洗澡 都得借用亲友家中的浴室好不方便 也让他们质疑 新政府花了百亿元建设的污水下水道 却没有做好监督工作 就让工程吵吵了事 那因为有一些标案他都比较久了 那时间久远的人也过了保固期 那这个后续的处理方式 如果说没有办法用原本的契约来处理的话 那我们现在都有一个 像内政部在去争取 未接未纳户的开口契约 就是我们有用这些开口契约的方式 把这些还没有接管 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 我们去把它处理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一下 民众他到底当初适应了什么原因 有这样的情形 目前在吉安湘就有十多户碰到这种情形 花联县政府则表示 会立即派相关人员到场了解处理 记者徐立芹吉安湘报导